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的小美呀 今天我带来带来虫师中的故事 海边会发出鸟叫的贝壳 这天银鼓来到海边听到了鸟蹄的声音 但是海边为什么会有鸟叫呢 她仔细听了听,才发现是从贝壳里发出来的 贝壳里竟然住着奇怪的小鸟 在这个小村子里,美奈正在海边捡贝壳 正看上一个漂亮的,就被另外一个小姐妹捡走了 结果小姐妹不止让给了她,还牵着她的手 带她去找了更多的贝壳 美奈很开心,她从来没有过朋友 小岛温柔又可爱,还告诉她 贝壳里也可以听见海浪的声音 两个人就这样,成为了好朋友 回到家之后,父亲让美奈把海螺拿去换蝎米 并警告她,不要跟上台上的人说话 美奈出门之后,淫不来了 她告诉美奈爸爸,海上最近有些凶兆 可能会发生一些无法预测的灾祸 最好告诉村里的人,注意安全 奈爸表示,我的安全我会自己注意 但是村子的安慰与她无关 此时,幻米回来的美奈入过海边 又偷偷去捡了贝壳 正想听听海浪的声音 没想到里面竟然传出鸟叫声 这一听不要紧,美奈像丢了魂一样 昏倒在了沙滩上 等到小岛找到她的时候 她已经无法说话了 无论她怎么张嘴,都发不出声音 奈爸讨厌美奈跟其他人接触 尤其是小岛 直接拽走她迅沉了一顿 美奈委屈地直哭 银骨看见了就问她 是不是听见了贝之歌 贝之歌是贝壳里虫发出的声音 又叫寄居鸟或者鸣背 平时他们会在海上盘旋 吃海藻的碎屑 但是最近察觉到了海上的异常 所以躲进贝壳避难了 期间会不停发出小声的提叫 来呼唤同伴 如果放在耳边听 人就会忘记怎么发生 美奈就是这样 不能说话了 治疗方法很简单 只要最近不听人说话 就可以恢复了 之后银骨又去了村里 她告诉域面 最近海边会有灾祸 让他们小心一点 村里经验最丰富的鱼把头说 他们每天都很小心 因为意为爱和灾祸随时会来 两个渔民抱怨 根本没有大义的机会 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出海了 每天都在海边搞养殖 其实鱼把头也是为了他们好 如果养殖成功了 鱼民就可以吃场安全饭了 听说十年之前 鱼把头穿上了一个鱼女 在下海的时候被鲨鱼咬了 她没来得及的拉住 只来得及的拉上了自己的老末 那之后鱼女的丈夫就不再出海了 而是带着女儿 住到了山崖上 靠捡海螺为生 鱼女就是美奈的妈妈 而小岛是鱼把头的女儿 这些年鱼把头一直在研究养殖 就是不想那样的悲剧在发生 她心中的内疚可想而知 晚上小岛问自己的父亲 为什么奈巴不让美奈跟她说话 鱼把头说 这不是她的错 让她不要难过 十年之前 鱼把头带着美奈的妈妈出来 结果出了事故 奈巴赶到的时候 海水被染红的一片 即使鱼把头磕头认错 人也回不来了 奈巴无法原谅一把头 也无法原谅自己 她想 如果自己当时在船上 一定不会发生这种事 但是其实这是无可奈何的 奈巴不再相信任何人 说以后自己的安全要自己守 从此就与孙子断了关系 海边的名背越来越多 第二天 美奈跟着父亲出海 她代替妈妈成为了鱼女 下水捞海螺为时生计 但是今天的海螺里 有一个意外生活 父亲告诉她 一定不要告诉任何人 有了这个 足够她生活过一段时间了 一旦父亲不在了 没人保护她的时候 她要自己守护自己的安全 这时 鱼把头来了 她说最近海边要有灾祸 奈巴一向对海上的一场很敏感 就不要带着美奈出海了 这十年来 再也没有出海的人出世 以后 她也不会让任何人死 所以希望奈巴 一起来高养殖 赚稳定的安全钱 当年的事 奈巴怪的也不只是鱼把头 也在责怪自己 现在她还有其他责任 如果真的为了美奈着想 就该走出来了 当晚明背的声音突然停止了 说明灾难已经近在眼前 鱼把头让大家都去崖上避难 万万没想到 这次来的竟然是赤潮 赤潮是有害藻类 大规模聚集引发了 在此期间 所有鱼类都难逃一劫 成千上万的鱼 漂浮在海面上 鱼把头崩溃了 她兼容多年的养殖业 就这样功亏于愧了 奈巴看着海上的红潮 就好像看见了十年之前 被染红的海水 她终于知道 有些事情真的是无可奈何 就向命运的安排 赤潮退了之后 只能出海打鱼了 美奈的声音还是没有恢复 英古建议让她多听听 其他人的声音 结果她刚想离开 就发现明灾还躲在贝壳里 这就说明灾祸还没有结束 但是此时的云民们 已经决定出海了 奈巴带着美奈找到了鱼把头 告诉她现在还不能出海 至少过后 海边会有带毒的贝类出现 出海太危险了 但是鱼把头也没办法 现在不出海 云民怎么活呀 英古也劝他们 现在凶状还没结束 不宜出海 出海怎么生活呢 奈巴让美奈拿出了小袋子 里面放的 是美奈在海罗里采到的珍珠 虽然卖的钱财分摊下来没有多少 但是也足够大家撑过这段日子了 这么珍贵的东西 奈巴都愿意拿出来 就是希望不要再有人在出世故了 也希望以后鱼把头 还能照顾他们的女 鱼把头哭了 十年了 这段往事终于放下了 听说那之后 海边偶尔有吃了毒贝壳死去的海鸟 但却没有一个村民出世 美奈也有了很多好朋友 恢复了声音 不久之后 名背都钻出了壁壳 故事结束 最后的镜头真的好美 最后的结局也很温暖 不愧是日欲戏 最后奈巴终于与把头和解 与村子和解 也是与自己和解 妻子的离世 让他不只责怪与把头 更多的可能是责怪自己 他一直走不出过去 把伤痛埋在心底 但是我无法同意 他把悲伤和特责强加在女儿身上 限制美奈与别人来往 磨难来临至极 他终于发现了自然的不可抗理 也终于放下了心结 与村子同舟共进 这一篇的主题是谅解与释怀 无论是怎样的过往 希望你们都能释怀 谅解他们 也是谅解自己 那么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我是你的小美呀 你一赞 我一赞 小美明天能过万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